看看新闻网 随着上海地铁日军客流的不断攀升 逃票问题也开始愈发严重 根据上海轨交集团提供的数字显示 仅2012年一年 上海就已经处置了逃票人数达10万人 挽回经济损失100多万 今天上午上海地铁运营方联合轨道交通 展开了机查整治行动 光中山公园地铁站一个站点 高峰时间平均两分钟就有一人被发现逃票 来看记者发回的实地调查 在地铁中山公园站监控画面正中的这名年轻男子 正试图在朋友的掩护下 以并件逃票的方式蒙混过关 据了解上海地铁每年因为逃票 所蒙受的经济损失不计其数 相关职能部门也试图增加人力物力去监管日益严重的逃票问题 不过逃票者的托辞也在不断的翻新 按上海地方规定 70岁以上老人可在非高峰时段免费乘坐地铁 这名用帽子眼镜口罩把整个脸蒙得严严实实的中年女子 就选择带老年卡来冒名顶替逃票 还振振有词 我用了两趟 而有的逃票者被查到后还想就地耍坡 记者还发现逃票者中还有不少年轻人 他们不仅一着光鲜 用的手机也价格不菲 在今天的整治行动中 中山公园站上下班高峰时间 一小时就有数十人因为逃票被查扣 大部分人最后都接受了50元人民币的处罚 东方卫视记者陈毅上海报道